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又是《諾報》我不講一場 我是余榮樣 身邊也有鄭仲暉 余Sir 你好 大家好 我們曾經提及過海南的新模式 今集專講海南經濟的新模式 都醞釀了一個時期 將海南看能否搞得像香港那樣 現在新的做法就是 想將海南當一個特別的 在自由稅項處理的地方來發展 包括有些貨品 在海南向其他地方 進入自己的地方的時候 是免稅的 但是如果那些貨品 再經海南去其他任何內地的城市 就要打稅 又或者扣上 鼓勵內地的人 去海南旅遊 等於來澳門玩 每人走的時候 拿回大概有10萬左右的東西 就可以免稅 那你買多少 你自己拿著意 海南呢 就是我們以往叫做海南島 那現在呢 你都可以稱海南島 現在呢 海南呢 通稱是叫海南省 以前呢 海南島是因為它附屬於國攻 不要緊要 因為現在內地都有很多地方 但是你也可以稱它為一個島 包括呢 上下村 都習慣叫上下村島 我想呢 海南呢 因為它的地理為止 很多的變化都是在海南那裡發生的 尤其是 初初改革開放之勢呢 成為一個稅項轉換的地方 講明一點 就叫做 給了一個政策 它可以很多東西低稅 甚至乎免稅 令到它呢 吸引外資去建設海南 當時最出名的書記叫做梁霜 不是打泳嶼那個 上下不是那個 但是呢 就是很多爭議 很多爭議 那海南呢 就是 除了 這個 上海 和那個 深圳 很早發行股票呢 其實海南本身 是發行股票 它不是發行股票 它是集資上市 在那個 深圳上市它都很早 好了 海南呢 它是廣東省下邊 一路過來 以至呢 後來自己 建省了 是吧 它初期 仍然是 核於廣東省下的時候 它是為廣東省 帶來很大的收益 要很大的方便 至於後來呢 它逐步成熟 加上它的規模是大了 你只是成熟規模那麼大都不行 在內地呢 是看你的經濟規模 包括呢 就是有政治的需要 與否 有些籍下市都是這樣建立 就是最後的籍下市 目前就是重慶 有些事情 我想呢 就是 很多人 都會有個想法 或者是中央未必一定很明示 說 這個呢 將來 正如鄧小平時代 所說 多建幾個香港 希望呢 這個島 會成為 未來 在中國裏面 多了一個香港 很多事情都是自由 你意思於未來 海南 都好像香港 完全被國家掌握 現在 對 最主要呢 現在呢 其實有一點 會是憂慮的 憂慮什麼呢 就說 人家都未搞你這麼快 憂慮 我們會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想呢 很多時候呢 初初開放的時候 真的很開放 這樣就不用憂慮 他如果是將來 想做一些特別的事情 而中央令到他所想的 加上中央又有想的 兩邊想的事情 合起來 他始終好過現在 我覺得 這個第一 好過現在 沒理由 開放了 現在的 但是 能不能夠好很多呢 這個我是存在的疑問 我認為是不容易 好很多的 就是我看呢 我憂慮的事情就是說 現在好開放 但是遇到問題 又會有些框框呢 遇到問題 又框框框著它 最後呢 跟那個原來的設想呢 會有出現 我講個例子 其實我跟阿宇sir都談過 譬如你說 這裡呢 全部的商品是免稅的 你照帶不超過這個金額的東西出口呢 就可能呢 就是你不用納稅 還有會便宜過要納稅的地方 這個當然 當然 稅也有差額 那有兩個問題會發生 那第一個呢 就說 譬如有些貴重的 譬如買金色黃金的免不免稅呢 我估計就不免了 如果免太過容易 而有那個價錢的差異很大 黃金呢 那個稅是影響大家的利潤 這方面的差異很大 大家知道 特別是日本就是的 澳門在這方面呢 是因為黃金 而得益很多 其中有商人 也都令到澳門也有得益 香港呢 即是當年淪陷 就有很多的東西 要轉移來澳門的 那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 可能會變成一些 所謂小額的貿易 我們另外一個稱呼 叫做邊貿 邊界貿易 雖然它有海 但都是邊界嘛 碼頭就是邊界 這個邊界呢 就會形成 另外一種 我們澳門最清楚的就是水下 但這些呢 在經濟上來說 是一個小數字 但如果是貿易 就大數字 不過呢 不是說你海南 想定到自己的位置 吸引到不同地方的商人來投資 或者進出口 你有政策 也都要你的政策 別人接受 即是等於你開一間酒樓 有很多便宜正的東西 唯獨別人真的不敢來這裡吃 那這個都局限了 所以呢 現在呢 很多政策都很優惠 聽起來 我看到很多廣告也說 想發財 現在可以去海南 就對了 就是第二個 當初開放的深圳 諸如此類 如果呢 如果呢 我們認回回看 keynote 海南 當初屬於廣東省核地的時候 它那裡的灰色地帶的貿易 甚至走私 非常猖角 經濟很容易地看 你看一個地方 有沒有人認為你是有可謂的 看幾樣東西 一個是看政治 比如香港 美國在香港的領事館很早期設立 它認為在這裡設立是有作用 起碼有作用 第二 你看一個地方 很早期有不同地方的主要銀行開設 例如香港早期 因為這樣而令匯豐賺錢 但匯豐又令到很多客戶賺錢 你不單是匯豐 匯豐在上海比香港 還有很多外國的銀行 其中有些銀行去到國家級 很容易的 美國有些很重要的銀行 再說財務公司也有全球性的 加上日本的重要銀行 也在香港開設 這樣的時候 它不單是看好香港 亦都對一些貿易 是起到融資的作用 尤其是香港以前工業很厲害 那些銀行在開信用作 等等的過程 是起到一個作用 但如果你說 那些銀行 那些銀行 它都不覺得海南是有可遺的 它至少開一個辦事處 不是門市的 那就差很遠了 不過這方面 我想海南和香港 就是不同的體制 如果說 你好像銀行一樣 我知道 現在你說 在內地 存資 擁有獨資的外來銀行 好像都挺複雜的 所以跟香港不同 香港真的是一個自由港的地方 那樣 它整個銀行 外來的銀行 在大陸開設 它那個營運的方式不同 它不一定是爭取你的存款 尤其是在水浸的時候 它爭取你的存款 亦都不一定有很大的作用 但它在你裏做 主要就是把資金的來往 包括融資 就是借錢的收息 那你亦都有很多商人 是外來的 以前呢 香港初期有些廠 就遷了到內地 但由於部分的東西 准它當作是香港製造 所以那些廠 是獲得一些銀行的貸款 但是現在呢 那些廠 它就算說 都准它香港製造 但是改了它 是中國製造 那些銀行 是不是像以前那樣 仍然可以貸款給它呢 這也是整個移密 是打亂了一陣腳 所以現在我們看海淡 不是純粹我們看這麼簡單 便宜點稅 朱如潮 你是要看別人的看法 不是自己的看法 是要別人對你的信心 和那個體制 是否可以持之以恆 繼續會 向好方面繼續發展 這才是最重要的 阿輝哥你都經營一些 惡惡大膽說的小生意 那你就知道 小生意也好 如果你有一個舖 是租回來的 好有得做 貴一點你都樂意租 不要租到說你頂不了 但如果有一個舖 去北安碼頭 提供給你免費的 你未必做 你會想想 同樣 海南有很多優惠 就是這個講緊的 將來的 我都不想 但是別人不來便不來 你得到別人的信任 這個最難 信任你 是要看信任政府的誠信 政策是否真的可行 最重要的事情 發生事的時候 說糾紛 不是說你欺負 是平民之間的糾紛 你的法律是否足夠解決 還是你的法律都是 鄭仲暉 這個跟市委很好 幫他 但幫完怎知道 這個跟省委更好 那你又怎樣 現在仍然有很多成分 因為我這幾天 還聽見某些地方 去到很高層次的黨委書記下馬 假如你說一整年都沒有 現在很太平 幾檢都不發覺有人有貪污 這樣可能是好一點 所以還有很多問題 不是那麼簡單 輝哥有沒有要補充 暫時未有 如果再有 我們下一輯再經 好 繼續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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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